你17岁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好看的男生 头一回知道了行动是什么感觉 你们很快在一起 男家老师和家长谈起了扫恋 可是不到两个星期 你们就分手了 你躲在厕所里大哭 又智地在日记本里写下心事 分手没什么大不了的 早晚会有人代替你的位置 然后重新开始 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 你21岁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温柔的学长 他温柔体贴善解人意 也接受了他的告白 你们在一起规划了很多未来 可惜事与愿违 毕业后他决定出国留学 当初的承诺碎了一地 你一夜未眠 日出后你抹干眼泪 假装没事 经历了回心失望 但仍然充满期待 你24岁的时候 在社交软件上 滑到一个很有趣的大叔 你俩特别聊得来 见面后三天就确定了关系 然后你们开始亲吻拥抱 做一些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事 毛自朋友聚会时 你带上了他 大家打趣你们的关系 他却淡淡地说 我们只是朋友 你心里咯噔了一下 原来你们的关系 仅限于亲吻拥抱 纠缠了一段时间后 他总是用毛来躺撕你 感觉不到喜欢的你 主动提了分开 于是和他的故事 到此结束 你说没事 你说你挺好的 大家都信了 只有我知道你是个傻瓜 你以为你两尺宽的小肩膀 能扛多少事啊 再后来呢 你又谈了几次恋爱 都是无解而终 你好像把最好的自己耗尽了 你没有精力再谈一次恋爱了 以后多的时候 甚至还会骂一句 世界上根本没有真爱 男人都是大猪体子 看着你没心没肺的模样 多希望有人来听我告诉你 爱情确实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世界这么大 你会遇到很多喜欢的人 但不代表要和每一个都试试 一段好的爱情 不是说两句情话 打几天电话 就想赶紧摆脱单身 匆忙地在一起 而是你没愿意花很多时间 去了解彼此喜欢吃什么 爱看什么电影 听过哪些一样的歌 然后抛开第一次见面的 碰然心动 还能接触你往后的 所有负面情绪 爱的能力和勇气 是十分珍贵的 你要好好珍惜啊 不过一切都不晚 你迟早会遇到一个男孩 他经过你最邋遢的样子 依然会摸着你的头说 你很可爱 他喜欢闪闪发光的你 也喜欢鸡毛蒜皮柴米油 言讲拼话的你 他能看穿你假装的冷漠 懂你想心意的欲言又止 总是安护我说 没关系的 不准生气 他很普通 也没有很帅 可是你知道就是他了 你喜欢他 但是也没有急着在一起 那个 喜欢这两个字 你好几次想要说出口 怎么了 想了又想 又要回去 没事 还是想等最后藏不住的时候 再告诉对方 这个世界上可以喜欢的人 真的太多了 你应该找一个 把你当宝贝的人 谈一场足够久的恋爱 人生出现 不如招募相处 却互不生厌 propre吗 �来 也算是 不识 不识 不游戏 我们在这边